HELLO 大家好! 看看今個星期有什麼會計新聞 麻煩你,Ii仔! 會計師公會理事會選舉 一人一票機不可失 一年容易有選舉 2020 香港會計師公會理事會選舉 已經開始接受投票 去年民主及改革陣營成功搶灘 令今屆戰況異常激烈 民主及改革陣營只要能攻克五席 便可掌握來屆理事會主導權 難怪今次選舉被視為有利推進 一人一票選會獎的關鍵一帳 選舉開局前夕已經封煙四起 更鬧出公會涉嫌配合放水事件 上月中,現任理事其應屆候選人鄭仲靜 歐紀倫聯署發公開信 投訴當時尚未宣布參選的現任副會長 林志遠以及方韻圈 指兩人在選舉提名其內獲安排 擔任公會會議論壇講者 認為他們有藉著參與公會活動進行宣傳之嫌 鄭、歐兩人在信中更指責 公會時次安排失妥 違反選舉公平原則 對其他候選人不公 事件獲媒體廣泛報導後 公會對此發表聲明,強調匯方一直確守公平及平等待遇原則籌辦選舉 公會指,在選舉期間 匯方盡量避免邀請候選人參與公會舉辦的公開活動 無論以嘉賓講者或者小組成員身份出席 匯方並會拒絕所有要求在公會活動上 以及物業內進行任何形式的競選活動 假若候選人有意在公會擁有之處所範圍外進行競選活動 必須事先獲得該物業管理者或者擁有者的准許 公會表示,嚴禁任何人籍著公會任何活動進行競選宣傳 候選人一旦宣布參選,即時受到上述三項指引約束 公會又解釋,相關的會員論壇乃是公會年度活動 因受疫情之影響,以致活動延期並改於網上進行 並非於報導中所指闖絕成事 事情演變成來生門,究竟誰是誰非?難以判斷? 得益歸水?沒有答案 距離選舉投票結束緊於7天時間 討論焦點早已轉移到今屆選舉的部署以及配票策略 如何令新年度理事會具有足夠壓力 推動一直指紋樓梯響的普選會長方案盡早落實 今屆共有14位候選人士競逐7個理事會成員空缺 有11位候選人來自執業理事候選人 撇業理事候選人最多可以有7位候選人當選 而後者最多只可有2人當選 選舉將於12月7日,星期一,下午5.30分截止投票 各位會員把握機會即日起可登入公會官方網站 投選心而候選人 善用你們手上的一票,決定公會,業界的未來 好 HELLO 大家好 和大家update 近期的CPD 鞍� the理由和我们聊天 vur喜וע青箱 然后凡 猪猪 剧出顿 independent静 这次移 curtain 为什么不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会计每新闻部编制本影片所在的资料和材料时 以着力并严谨处理 其中如有错漏或因资料其后之任何变更而导致的损失 新闻部不负有任何责任,并请注意 好,今天先看到这里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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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